有資格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講幾分鐘 你有什麼建議呢? 最重要是政府懂得如何幫助人民 我覺得自從2008年政府都有點頭緒 它知道周轉不靈會製造一個很麻煩的 人們會無功做、生意也無法做 所以政府都知道最重要是撥多些款項出來 給人民 不管你撥給它、借給它 都是需要有周轉 政府都懂得容量 自己也需要明白這一點 自己要有些積蓄 懂得多些朋友也會幫到 因為很多朋友都有很好的意見 你的看法就是 以前美國仍未有這麼好的保障 發生了問題的時候 人民可能突然間底層 未有這樣的錢 可以留給基層的人民 可以幫助他們 但現在就好像 你認為會做得比以前好一點 是不是這樣? 是的 我見過他2008年 那時候怎樣做呢 他就是譬如失業金來講 他給完六個月通常就停 他繼續多給六個月 給到一年 一年之後他見到 都還未成功 好像還有需要 他又會再給多六個月 足足給了一年半 來救回經濟 很多人說 長計這樣不行 但是 2008年他救了之後 現在到2020才再有事 所以都已經好了很多年 所以如果是經歷過2008年的人 那麽多年不久 希望自己已經有些準備 是嗎? 有那麽多年時間 給一個人準備 應該準備一下 那 姑娘哥 你除了玩一下音樂 平時你的工作 都是要幫很多人 我知道你又要 每天都要面對很多的病人 幫助他們 其實你的生活 你真的一生 你就是為了人來付出 為什麽呢? 我和你玩音樂 我已經好感覺了 你又不是為了錢 那麽呢 玩樂隊又要搬餐網 每次就要準備 我們又要在你家 在阿威哥家 我們又要準備 又要排列 接著又要安排好唱什麽歌 幫我的人 就沒有來搭乘的 每次去到最後一刻 我才想唱什麽歌 明天要唱什麽歌 每次你又要幫我 把那些歌單 幫我寫好它 實在 實在我們都不覺得辛苦 因為這些真的 好像你說 真正興趣 我都和你好像做過兩個show 都很成功的大家 所以都頗高興 最重要就是開心 最重要就是開心 在音樂上 你的粗藝 我覺得 都是非常之了不起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 我見到你 我說你彈的琴 你彈的旋律 就不是一般 好像酒廊、酒吧 他們拿一個基本的旋律 然後就彈了一首歌 因為我們玩音樂的人就知道 你彈得到 他的歌曲的背景 裡面的很仔細 每一個部份 這些才是最難的地方 所以我 可以這樣說 我真的很欣賞 M6 Band 剛剛好呢 為什麽 我和你覺得很有緣呢 因為我三少爺 我三少爺 你們成長了 三少爺 你是六字 你是M6 哈哈 你是大過一點 我是小過一點 所以跟你很有緣分 我覺得 我們組成這隊樂隊 都是很巧合的 是一個朋友開始 很喜歡唱歌 每個人都對音樂有興趣 他都叫他來一起玩 一起玩 玩玩一下 他自己又不唱 剩下有些人就走了 剩下我們這幾個 我們這幾個 真是喜歡一起唱的 我們也很幸運 例如我們的鼓手Raymond Raymond真的有些底細 他以前在香港六幾年代 是Thunderbirds 有一隊 叫Thunderbirds 他是鼓手 他們是鼓手 那時候 我也有一本書在這裡 給你看一看 這本書叫做 《港式西洋風》 作者叫做李順佳 封面是很多六零年代 開始時的樂隊的唱片 唱片的封面 這裡看到是Lotus 那邊這個就是 Thunderbirds 所以這本書的封面 有我們的鼓手Raymond 厲害 失覺了 我真的玩了這麼多樂隊 我現在才知道 不過 在我第一次見你 我不是馬後炮 我真的 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我已經很欣賞你 和Raymond哥兩位 因為鼓手真的是一個音樂的靈魂 他一打到進去的時候 你的鼓手真的可以說 你要跟著他 你要帶著他 他有個感覺 是互相牽連著在一個樂隊裡面 不是一個人可以說了事 所以有很多樂隊要有默契 不是說這一刻是我帶 永遠都是整首歌都是我帶 有時候是要互相的 有時候是要 即是說 可能你戴一戴 一起了音 鼓手就在後面 一直戴著 但是唱歌那個 去到某些位的時候 唱歌那個要戴一戴 所以這些默契 真的是很難的 大家都有上一刻粗藝的人 跟著夾起來才可以好玩 我一聽就覺得 你們真的很有默契 特別是你和Raymond哥兩位 所以我很欣賞你們 有機會我可以跟你們一邊學習 跟你們一邊玩 不敢當 我ems會有默契 我們今天在誇獻 去便宜 我und人 你自己都在誇獻 去便宜 我 是 就是 D